不管前方有再多的狂暴塔 毒药塔 火塔 大守護者雕像 这个巨大火球一丢下去 哈喽我是乌龟 本部影片是以测试服环境录制 一切内容以游戏时装之后为准 大守护者的死尸装备也来了 游戏里面出现了一个新的挑战 叫做火虫天降 就是为了要让大家好好感受一下 大守护者的死尸装备巨大火球的威力 我们现在赶快来看一下 这个挑战长什么样子 哇这摆了一大堆的城墙 只有在上方以及左右两侧留下了缺口 大守护者搭配了当然就是新的死尸装备巨大火球 而且你有没有发现 这个城墙其实摆放的图案就给了我们暗示 巨大火球要用在什么位置 没错 就是在六点内侧建筑物摆放的最密集的位置 现在就来跟大家分享一下我的通关路线 首先在三点钟这一侧 先下天使再跟上小守护者 因为这一侧所有的防御建筑都不对空 所以先下天使是不用担心的 等到这群小守护者把X母打掉了之后 我们再从九点的位置下出一颗石头跟上四只女巫 这样子这个石头跟女巫部队就可以慢慢的把九点的位置清掉了 接下来我会等小守护者把三点的区块清空了之后 再用召回法术把他们连同天使一起召回 再跟着大守护者从12点的方向进场 这里有一个小小的细节 就是如果你的小守护者并没有折损太多的话 一贯召回法术是没有办法连同所有的天使都召回来的 如果你会遗留下天使在场上的话 天使会跑去找九点钟的女巫 这样子天使蛮危险的 所以我会选择从12点的位置先下大守护者再下召回 这样子就算天使没有召回来的话 他也会第一时间往12点的方向飞过来 不会乱飞 现在12点钟下了大守护者 并且重新放出召回的小守护者和天使之后 我也再跟上了四只超级弓箭手 并且在援军跑出来的时候丢下了一罐毒药来保护我的部队 如果你想要打得再更快一点 或者是更安全一点的话 这个时候你可以下一颗石头从12点的位置 让他慢慢的走到部队的前方 等一下所有的部队会全部集结 经过这个阵型中间的小巷子走到6点钟的区块 只剩下这两个迫极炮跟城堡了 这些东西全部打掉了之后重头戏就来了 这个挑战的重头戏 就是所有的部队穿越中间的这条小小的巷子 全部都走到6点的这一侧来 到了这个时候你只剩下一件事情要注意了 这件事情非常重要 有一点点不容易看得出来 但是你务必要睁大眼睛专心的看 就是大守护者开技能的时机 把6点的两只防守的英雄打掉 再把这两只英雄右手边的圣水罐打掉了之后 大约就是你开大守护者技能的时机了 在你的大守护者转身面向6点的时候 按下技能 不管前方有再多的狂暴塔 毒药塔 火塔 大守护者雕像 这个巨大火球一丢下去 瞬间灰飞湮灭 完成三星 是不是超过瘾的 这个史诗装备真的是太强了 以上就是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火虫天降挑战 参考通关路线 这次挑战我一样会送出一个最秀通关的黄金通行证 给剩下最多单位完成挑战的人 详细的说明 请直接看现在画面上的参加方式 如果你有觉得更稳定的通关路线 也欢迎留言跟我说哦 我们下一部影片再见啦 拜拜